哎呀 要叫我说这兔子要想 找个身子处 嗯 先把垃圾剪一下 要想有身子 那手下带我个脖子呀 是这个要真的吗 不不 千万别弄脖子 兔子本来就没脖子 啊 兔子没脖子 哪个狗东西说我没脖子 一直说的 啊 十里桃花百度叶 我愿带你看世界 欢迎收看 方导求生第二季 第107 这以为是那叶子 想找个没有脖子的兔子 默默就只能保证 不被气势的远远看着 英尺维持生命的压制 头的话我是这么想 你看啊 别看了叶子 赶紧的 就凑你说他没脖子这事 你说他没头我都信 这格局不对呀 这身子盖上后面 这也忒短了点吧 还睡觉睡觉 明早再说 侧面照的花 摆着头的兔子 嗯 修上有颗竹子了 好 页着做前半部分 默默我就做后半部分 兄弟搭配 干活不累 戳 兜四雷醉 嗯 这么大的区域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既然是彻卧 那这个身子的比例一定要和头比对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就非常的不协调 老老爷也是像 默默这个和家长点看看 嗯 这个就还不错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拖着腿了 拖着腿这里呢 也要按照身体的比例去构思一下 不能太粗 别扯大象腿 也不能太细 别扯小姐姐 啊 跑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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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这个兔子腿 还是可以的 还行 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奇怪 然后 就是吐着尾巴了 这个简单 有个小啾啾就行了 哦 默默 快让大家看看 谁才是那个建筑天才 为表才艺 默默决定在这里 再构建一个西式的旋转楼梯出来 好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成平 默默西式楼梯 给住户不一般的 中贵享受体验 走 接下来再去看看天台 在出口的地方 做出一些过度的装饰 哇 巴格的这兔子宝 可以说是非常的耐势 耶诈 耶诈 快看 好看都爆炸了 哦 哦 你给我再夸张一点 我给你个大嘴巴 嗯 事实证明 猛男也可以照出 可爱风格的小兔子 粉色在手 天下我有 耶诈 拍照了 装啥呢 选择得你干活多呢 快过来 我是莫愿 我们下期精彩视频 多见博萨 掰了个掰